欢迎大家收看今周一的热浪逼人直播 在我旁边有个热热的人物 范国威 欢迎你 范国威今年是代表民阵的召集人 就是关于七一游行的召集人 但是为什么持牌人不是你的呢 过往民阵有个传统 由职工盟其中一位的成员向知会警方 我们的七一游行 而警方发出去以个人组的单位去发给他 大家要清楚 民阵是一个平台 像network 一个网络 民阵是没有透过社团条例 是向政府去注册 集结超过50个民间团体在一起 所以民阵就算想去申请 警方也不能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是给民阵 大家全部都拉回警察局 就是非法集会 会有这个情况 这是非法集会组织 我们是没有注册 不代表我们是非法集会组织 不要搞错 但是他现在为什么会用这么灰谐的理由呢 又不准有奏音乐 又不准什么 口号也不能叫 唱歌也不能叫 在就车游行每年大约6月中左右 警方便会发出不反对通知书 不反对通知书是水蛇春的长 有一份正式的条文 在后面也有一份两份三份四份的附件 在正式条文里面的处理 这些字是否像八达通 或者信用卡 这麽小的方法 也不是有12级那麽大的 不过就很多 正式条文里面 正式条文 我们就必须遵守 在附件里面 那些就叫建议 就是希望我们去遵守 建议 就这个奏音乐 有可能如果你是招到其他人 又或者警方认为是有噪音的话 他就可能会执行 这个噪音管制条例去执法 又或者是那个游行队伍 警方在不反对通知书里面说 在游行队伍进行的过程里面 如果不能够以一个所谓正常的速度前进 在过程里面有游行人士或者是参加者去 如果他握手、筹款、叫麦 如果是慢了 警方都不希望出现 而我们认为是不合理 所以我们会透过交涉 那说没有正常出道前进行是不好 就是对你们有好处的 是 他经常都截的 截聋 一到某个街口又做一些小动作 又告诉他们 喂 我们要依照我们的 那个不反对通知书里面的 钱款我们要执行 那些条文 所以这里是怪的 令到主办单位是无所释从 就是一方面 希望我们以正常的速度去前进行 但另一方面 其实在具体执法的时候 有时是出现一些矛盾的 过去两三年 其实民阵就观察到 警方截农的次数是越来越多 是 我们觉得甚至乎是有危险 因为是令到参加者容易鼓掃 天时暑月的情况之下 你截住他一段很长的时间 整个游行队面又会蜷着和重 即是在一个空间里面 暴晒时会长 是 曾经是试过有些冲突的情况出现 但是警方这种执法 就和他在不反对通知书里面 希望我们正常去前进 这个逻辑是有相抵触的 我们先说回不反对通知书 内容和过往有什么不同 过往有一些条文是以附件形式 讲述这个草音条例 如果你带乐器而发出草音 影响到其他人 警方又认为有人投诉 又认为判断你的草音的话 他是可以执法 这些条文在过去 是以附件形式里面曾经出现过 但是 但是民阵观察到 有些外在的大环境 其实是在改变当中 外在的大环境是什么呢 就是警方是持有越来越紧 所谓的执法 所谓的人潮管制 所谓的是处理社会 民运人士或社运人士去参与社会的行动 我们先讲 因为他7月后未到 未走上街 未知他怎样执法 我们不要说他禁忆 先放松 我只是想说回过往 现在他的通知书 和附件 和过往有什么不同 有没有将以前的附件 建议和希望你遵守的 拔了上来 有两点是重要的 所以明天我们就会去到 上诉委员会上诉 有两点很重要的 第一点就是 警方在不反对通知书里面的正式条文 要求民阵作为主办单位 要确保 很清楚 确保游行人士和游行队伍 去到政府总部 即是游行的终点 必须要随即散去 随即散去 要确保这两个字是可圈可点 第二 要求民阵作为主办单位 要确保在整个游行的期间 有其他的团体 要做筹款 确保这些团体 必须持有相关的认可牌照 民阵认为这两点 确保 其实是超出了民阵作为主办单位 能力以外 亦加多了一些 不是民阵作为主办单位 应该要尽的责任 先问你 你反不反对在街上筹款 应该持有牌照 我不反对 应该 不过这个查牌 其实是警方 又或者是食环署 他们的必然责任 这其实不是民阵的责任 所以说得更加准确 警方在不反对通知书里面 不是禁止民间团体去进行囚负 就是说他要求民阵去做政府那份 做警方那份 而民阵作为一个民间团体 其实没有能力去做到这里 今早你有没有听周庸做节目 那个千禧年代 是 今早没有 不好意思 今晚回去听回网上听 他说 很简单 他说你们民阵 不用这么多声气 他说要你确保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告诉你 通知所有游行人士 到时用麦克力去通知 或者事前通知所有参加的团体 又拿来籌款又有牌子 出了通告给你们 然后呢 你做了 你呼吁了 那就可以了 或者再问多一句 就问警务署 请问如何确保 应该如何才能执行到 而你执行不到 我就说 我也执行不到 或者你警务员也执行不到 那你怎样执给我做 周庸卿他可能不明白 确保这个字的具体行业 你要记住在北版对通知书里 如果你是没有执行到 警方可以有两样去做 一样就是先警告 發出警告信 第二呢 如果警告无效之后 或者他认为你是持续这种行动的话 那下一次就可以提出检控 而这个是刑事的 下一次是什么 是同一天的下一次 那没有很清楚交代 有机会是下一次的游行 就会这样做 这个是重要的 记住 这种就不是说你无牌筹款 可能是有些罚款的刑罚 这是在说刑事 甚至是可以判处监禁 这是重要的 如果你作为不反对通知书里面 你不是执行得到警方说 第二周庸卿他不明白 什么是确保 确保就是 刚才周庸卿说的那种 叫做尽量确保 只是尽量你尽力就行了 确保的意思就是 因为他说 里面的附件有建议 又希望你遵守 确保的意思就是 如果出了事 你确保不了 就已经不符合这个条文 林毓华兄 你能不能够确保你的车 是不会在行驶的过程里面 是发生意外 或者抛撼 或者是死火 你是确保不了的 我们也不能够要求警务处处长 去确保香港是没有罪案发生 他是确保不了 他只是能够尽量确保 所以那条文 我能够确保警务处一定不能够 阻止所有事件发生 是的 包括你们民阵那天 7月1日可能有人在玩 是 因为他能够确保的时候 根本我们这个社会 是一个我们不想看到的社会 所以我觉得那条文是不合理 加上政府你会看到过去两三年 其实警方折农的次数多 上年曾经有超过20名的警务人员 包围过其中一个街站 其中一个民间团体FM101 今年你会看到警方大力去打压 即是社运人士参加游行请愿示威 2011年到6月现在 拘捕的数字 在参与社运拘捕的数字里面 已经是接近200人 2011年全年警方就有示威人士参加 请愿而拘捕的数字 其实都是50多人 你会看到现在警方的力度是有多大 再加上今年真的有经验在前面 就是支联会举办六四烛光晚会 警方是去做所谓的人潮管制措施 是影响的 警方事先声明或者是杀有介事 我会加力度 我会严重一点 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如果他说得清清楚楚的话 其实不是必然是坏事 那我们大家知所进退 但是问题呢 你作为搞手的人 就是说大家要遵守秩序 但警方其实现在是说不说 例如他这次 首次引入一个叫做人潮管制 真的有的 他跟我们民阵开了两次的会 再会开两次会 明天早一次 明晚一次的话 总共四次有说到人数进入维远 这个叫做游行的起步点那里 到达一定的数字的话 他就会启动这个叫做人潮管制 或者叫做分流的措施 就是要大家游一下花圆 是的 一模一样游完花圆 你可能行 新葬力见 你可能行20分钟 如果你年纪大一点 你可能行差不多40分钟 才游完花圆 但是不准停留 不准停留 才去到足球场那里 开始集合 都未开始出发 但是警方是不会告诉你 去到哪一个人数 他就会启动这个安排 所以 他说人数给你听都不要相信 是吗 是的 你看那晚祝国卖会 就知道了 说了有坐满多少个运动场 然后才会采取措施 他一早就 早就执行了 过往 其实去年前年都是 警方截农的时候 其实民阵是有些抖册义工的 他也是没有和我们的抖册义工 在商量过的情况之下 就单方面去进行这个截农 我们的抖册反而疲于奔命 是和警方要去前线的 警务人员去交涉 你快点开门 快点开门 因为后面聚集了很多人 你快点开门 反而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 我想问 在你们那些维持截 过往七一游行的游行 有没有退役的警务人员 我们观察是少的 少啊 我们观察是少的 今年之后 要招募更多的义工 退休的 但做职业不行 退休的 这些纪律部队 让他们懂得和那些旧兄弟 那些 如何去谈谈 大家就去引用 喂 不是啊 那条条例是这样的 那条条例是怎样的 让他们自己去拆备 明白明白 不同的是 当然他们是熟集的 退役的警务人员 可能熟集那条例 但是 真正正正去到前线 就是那些现役的 在执行公权力的警务人员 那些是有些 权力上的不对答 不过我们知道的 很多时候 警务人员在前线 执行行动的时候 他们有很大的 当时的决定权 很大的 是 所以也可能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在中环 曾经上星期 都发生了一件 惨剧 很多人都问 但回答不了 没有答案 是有人指使他 擒上天桥 还是有工作指引要他上去 还是他私底下判断上去 我们真的不知道 还是有人 还是消防员 或者是否示威人士 要求他上去 我们更加不知道 是吧 这是一个惨剧 我们不要再在那里 在伤口上 再撒盐我们 明白 刚才我说 如果警务署 在现在 在发出的 不反的通知书 已经这么硬正 又要搞什么又这样 会不会实际暗底裂 等于每一次 大家都说 这个姓曾是好人 每一次 在我们有这样大的 公众集会之前 他就曲线 鼓人上街 是 会不会有这样的 想法 客观效果 我不排除有这个 客观效果 就是帮我们 民阵去动员 做我们民阵那份 不过 对社会是否好 我们为何要上街 就是 我们希望透过 我们双脚 把我们对 特区政府 一些政策上的诉求 无论是 增建公屋 福建居屋 或者打倒地产霸权 又或者是 争取全民退保 是告诉政府 但是 现在警方 将他们自己的高压 执法方法 将他们自己 放在人民的对立面 将这些矛盾 揽上身 我们的箭头 不是对着警方 和警方的冲突 从来都不是 游行人士 参加七一的目的 我们是想 特区政府 曾荫权特首 和一众的问责局长 是听得到 我们的诉求 但是现在走出来 就是一哥 走出来 把他们的执法方法 将矛盾 转移到他们身上 这其实是对我们 去做公共政策的讨论 或者是希望政府 聚焦在 如何可以改善施政的水平 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 是转移了视线 这不是好事 我也同意你的想法 但另一方面 你看到我们今次主流媒体的标题 全部都是说到 是你们在做一些 不应该做的事 或者是不听警务署劝语的事 反过来 他就是想趁用这件事 也是转移视线 是 有没有人问你 究竟七一今天上街的数据是哪一样 我明白的 主流传媒或者是传媒 一般来说 如果你有冲突 又或者是有一个对立面 他们会较为倾向报道这方面 有火花的新闻 从而聚焦 我认为我们尽量去做好我们的宣传 例如昨天 今天 前日 民阵都会去到街头 将我们今年的三大主题 六大副题 告诉市民 三大主题是什么 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就是 还我2012双普选 第二个主题就是 打倒地产霸权 第三个主题就是 曾荫权下台 民阵是史无前 为什么不是第三个主题 因为有三才有一和二 都是一环一环 但是逻辑推论就是 我认为曾荫权特首领导的管治班子 没有处理得到香港的政制问题 所以要求还我2012双普选 不单止政治问题没有处理好 民生议题 就是地产霸权肆虐 高楼价的问题 住房的问题 福建居的问题 都不处理得好 民生民主的问题处理不好 集结在一起 就有第三个诉求 我们就要求他 就是为他自己施政失误 就问责下台 所以就是一环扣一环 虽然你是这样一二三 我告诉你 如果报纸要写 就是三一二 我看到报纸可能 只是聚焦在第三 会觉得这个口号 可能引起读者的主意 因为这些都要趁机会 可能是网上的青年观众 或者可能是刚刚又在内地 自由行的旅客 上网来咬 DV 国以来到 也要说说七一是怎么来的呢 七一 其实 先讲讲历史 先讲讲历史 是政府的诉求 无论是争取民主 改善民生 都是有的 所以97年 98年 99年 一直到2002年 每年的七一 都有为数不少 最多是几千人上街 直到去到2003年 发生什么事呢 当然是因为金融海啸 香港受到冲击 有负资产的问题 再早之前的半年 就有沙士示弱 还有就是沙士示弱 就是有299条人命 犧牲了之后 董建华还是急就张 继续强行 推行23条立法 而23条立法 根本性地 动摇到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就是这个自由 无论是政治上的自由 言论的自由 新闻的自由 所以在那时累积了大量的民愿 在2003年7月1日爆发 当年有50万人上街 所以当年董先生就脚痛了 是的 在2005年的年头 董先生声称是脚痛 但对我来说 是中规 特区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 知道董建华政府 不能够再实行一个有效的管辞 他必须求虚 希望有一个新的人 做特首 是带来一些新的景象 或者处理好香港的深层次矛盾 或者管治的问题 曾特首上任 他现在都懂得拆弹 他知道他自己 可能不知道什么痛 可能要邀请他 离开特首的崗位 派钱 终于有着落 有时间表 有方法 还有 你这些人说是建居屋 他那时候 细臣说不可以再加入房地产市场 终于 看来 10月份的施政报告 都要谈 派钱 他会令到原本很多怨气 出去一号上街的人 是会减少了 你问得好 如果特区政府派六千元 背同他们的财政司司长曾祝华 派六千元是有效的话 我们今天 就不会见到曾任权的民望 跌到去 比董建华在2003年 2005年 他脚痛下台之前的民望 还要低 他还未会害怕 对 这样才会令到你惊心动魄 或者害怕你 他可能就是听了教授的分析 如果派钱 刘教授说不用怕 还未到临界线 临界点 所以民望是可以攀升 现在只不过是输小当赢 希望不要再跌下去 所以派钱是否必然有效呢 很令人质疑 我们特区政府除了派钱之外 其实是没有看到很多 令到我们的中央的领导人 好像新任的港澳办主任 王光亚走出来说 没有处理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无论是通胀的问题 住房的问题 其实就是说地产霸权示弱的客观的结果出来 你说福建居屋 有可能会看到有少少曙光 但我们要看 到底是我们香港人 说的说话 我有心声是特首听到 还是中央的 你再一次看到 曾荫权真的想着做好这份工作 而他的老板不是你和我 不是香港七百万人 而是北京政府 或者是中央的领导人 这个就是有问题 因为他始终都是特区的行政长官 他应该是向香港人去负责 但你会看到他的管治的逻辑 其实就是令到我们 他也不是一个很厉害的政客 政客应该收买我们才对 虽然就算他认证 北京的老板也好 所以你没听到曾荫权 甚至乎很迂回地提醒王光亚 香港这本书是很复杂的 相信王主任如果要读的话 都要费一些心机去阅读 他在说什么呢 我估计就是这本书 一方面又要面向香港人 但另一方面又有第二个权力核心 又或者我们要处理 北京政府下指下来的一些指令 例如好像最近说的逮捕机制 为什么做得这么粗疏 这么拙劣 这么强行立法的情况之下 这么不得民心的情况之下 都要硬去 你又生气了 林公公又帮你抓人上街 但是这个形势 为什么会有评论员 是说得比03年更加差 就是各位香港市民 你看一看今时今日 林公公做的事情 其实是比当年叶柳做的事情 是有个之而无不及 叶柳当年还会跟香港人说 你相信我 各位学生 各位大学生 你相信我叶柳淑仪局长 他也出去资讯 他尝试去说你 即使他说的都是歪理 希特拉也是透过一人一票 民主选举选出来 然后杀了很多人 所以民主不是一件好的事 他将一些历史的事实 就是抽空出来 是他乱用 今时今日的林公公是做了什么 林局长是令到我们很气愤 甚至乎不尝试跟你说道理 他数扣票就硬地跟建制派 在立法会里面 好像有立法会员说 是同流合污 强行通过 其实就真的好像烂仔那样 权在我们那里 我们要怎么来都可以 我们甚至乎不尝试跟你说道理 我们不会去做一个公共咨询 当年二十三条立法 还有男子咨询 好 白子咨询 好 叶楼淑宜都还会做三个月的咨询 让香港市民大众 上上下下 就这个牵制 但是当时他做错了 就说颜色不是问题 这些是歪理 这些是歪理 但是他起码有做 男子白子又怎样 今时今日的林公公 就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不做 一些程序公议 他都不尝试去做到足 如果他今天做得到这些事情 大家不要忘记 他今天走得到这一步 日后真的令到我们很忧虑 二十三条就会去铺路 或者会再出现在香港 如果你看回昨天在城市论坛的情况 你就知道 民建联的青年代表 周浩鼎 是律师 可以这样理环曲折去说法例 你就知道什么事 甚至林孟宏也是 他早前还会讽刺特区政府 他都不认同这个逮捕机制 就举了一些例子 就说是不对的 但是他昨天都改口 在城市论坛 现在都是一面倒地 觉得可能不能够 改变了林公公的意志 是要硬来 他现在都反而帮手去说行 帮林公公去背书 自己转带去迎合特区政府的意志 为什么这算不算是你们三大的诉求之一 是 是 所以现在网友很多 民阵你除了叫曾荫权下台 也会叫林公公下台 所以我这样写包单 去到七一当日 一定有不少的游行参加者 会叫出林公公下台 这个口号 这些是否音乐还是草音 会否引致到你们 这是人民的呼声 我会这样形容 人民的呼声 是 每一年7月1日在维园 在你们的另一边都有这些活动 是 他们在歌在舞 其实就不是在场地上 就不是 他们反而在不同的时段 是 他们在上午 我们就在下午 是 是 就不会像03年7月1日那样 他们在硬地足球场 民阵就在草坯地上集客 所以他们就说 特区政府都懂得吸收过往犯错的 他都懂得去调整 妖症的 但就学得很慢 学得非常之慢 他不是心悦成伏地去做 你逼他多些 他就会擠牙膏 擠多些出来 人民和政府的力量 像一个对比一样 你不出声 他就会踩迫 令到市民的权益受损 这是很可惜的 当然 在爱好自由民主的阵营 泛民很多学者 就说 有些核心价值 我们要坚持 但是别人说 你们搞什么 一年香港 真的要有一个示威之刀 走走你几千次 那是不是又影响到 我们国际大都会的形象 香港的核心价值就是 民主自由 人权法治 香港賴以成功 法治 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是我们很珍惜的 也是区隔了特区 为什么和我们祖国里面 其他很多地方是不同的 我们要很珍惜这些 我们的自由 手上有的自由 你只要看一看 很多其他地方的国家 或者我们祖国里面 一些民生的问题 政治的问题 好像我们国内 毒奶粉事件 豆腐渣工程 地震就腐渣工程 死了人 我们的亲人 过世之后 尝试拿回公道 都会被政府 受到无理的打压 或者更加惨 国家的积密 你会知道 如果香港人到这一刻 我们仅仅有一些自由 在我们手里面 而我们没有很好的使用 去到有一天 失去了 其实我们对不起我们自己 亦对不起我们下一代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 有很多权利 其实根据国际人权公约 根据国际惯例 我们应该有 我不相信中国人 比其他种族的人 来得更加低等 我们应该有民主 我们应该有人权 我们应该有表达自由 不要用一些经济发展 固存大局 这些虚幻的 或者很廉价的 民族主义的口号 去蒙蔽 我们要站出来 去讲我们的诉求 政府是有责任 去回应人民的诉求 如果我们想香港 真是落实高度自治 港人是港 香港是作为 中国是要统一台湾 一个示范单位 我们更加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本份 如果香港做不好的话 你不会看到 有一只一天 在我们有生之年 台湾愿意去回归祖国 我们也看不到 我们香港 即是你同意香港是示范单位 这是示范单位 我同意 这是示范单位 我同意 示范单位很多时候 都是整得很漂亮 不是真的那么漂亮 这是一个形容 我们当然希望一个 真是能够落实得到 基本法里面说的 我们能够有双普选 17年的普选特首 和20年的普选特首 和20年的普选特首 全部立法会议员 是一个真是能够落实得到 令到我们 是可以不单是向台湾示范 甚至乎 对我们祖国里面 那个政治体制的改革 是作为一个示范 这是重要的 这是重要的 但是 你又看到周一位局长说 他不可以有特权 有规矩 不可以破坏 不理你究竟你是香港人 娶内地的太太 还是你 是不是一个 将来成为香港人的孩子 他不优待给你 所以我看到 七号 可能会有相当多的 妈妈上街 其实民阵已经 你们应该在 就住那个 看护那里 或者那些 那些护理 我们都要很小心 其实我们已经正式收到 是有 这个 中港家庭一些团体 当日是会有人妇上街 是的 民阵是会很小心安排 他们在这个 龙头那些位置 而且 他们未必能够 全程去走 可能几个小时 他们始终都是大老婆 但他们也要很辛苦 走出来 所以我们会特别安排 还有 除了是大肚子 亦有一些残疾人士 坐着轮椅 多辛苦 都要走出来 参加七一游行 所以 香港市民 即是善良的香港人 你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如果你们能够参与的话 恳请你们站出来 我们是可以创造历史 再一次 好像2003年那样 是告诉政府 香港人心中所想 但当年我们知道 是因为 有人错估过数目 而是因为 有中国的领导人 在深圳 看着我们香港的电视直播 是的 然后 董先生才会中招 明白 明白 黄主任回去了 是的 我们的领导人 出了外国外访 我相信 其实我们祖国和北京政府 在2003年之后 整个局是不同了 他们有很多的善眼 收封 尝试去掌握香港的现况的人 即不是只有西环收不了 甚至乎 我们现在的节目 都可能有人在看 北京上面 每天 有专人 都会看完 所有香港的报纸 传媒 电子传媒 一些政治上的形势 掌握的话 北京政府是做得很足够的 问题是他们如何研判 是用什么方法去处理 这些社会的矛盾 或者政治矛盾 反而是我们香港人 是要关注 我们希望 这个问题是我们的领导班子 说了要查走不足 他就不做 真的实在很慢 也很迟钝 你会见到很多社会问题 其实是特区政府 是处理得游人有余 你会见到 我们有过万亿的财政储备 加上外汇基金的累计盈余 例如住房问题 我们特区政府 有能力做得到 但他没有意志 去处理这个问题 是要等到我们的中央领导人 要出声的时候 才是心不甘情不怨 果然换切 其实是影响到 他自己的权威 所以你说 如果从公关角度 我们的特首很厉害 搞这些政治化妆 但是去到核心问题 你真的作为一个 他自己声称的政治家 他反而不能够 如果真的有政治意志 去处理一些香港长远的人民福祉的问题 是处理得不好的 我们到现在没有人口政策 已经失败了 如果一个人口政策 有多些内地的人妇来香港生小孩 有香港和内地的通婚 有什么问题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部署好 有一个股量 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够理想的 无论是执法 客观是去掌握的形势 你怎么能够说服得到香港人 香港的每年的人口增长 反而那个权 是落在私家医院里面 去决定 去接收多少内地孕妇 在香港生小孩 这个其实是 对其他很多的国家来说 这个是难以想象的 这个应该是入境处的一个权限 或者特区政府的权限 又不是落在私家医院里面 你很难说服的 我们没有一个贫穷线的界定 我们没有一个人口 一个发展的政策上的预计 我们甚至乎没有 到底现在有多少村屋是有签建 我们不能够掌握得到香港有多少劏房 我们没有一个时间表 去处理香港的农屋的问题 但是我们被国际社会理解为 是跟纽约和伦敦 是齐名的纽伦港 但是这个其实是很大的落差 是一个令到香港人的所分 而且调查就告诉我们 我们香港这千万富翁民 还是百万富翁民 又多了 是的 世界可能头的十名以内 但是你看到贫富懸殊 那个坚尼系数有多高 其实是很惊人的 超英港美 很可惜 很可惜 好了 香港一罗罗的问题 7月1日是否真的能够为市民 一下子全部去表达出来的诉求 真的能够令到 我们的香港领导班子 甚至北大人 听到我们的意思 透过一次的游行 当然不能够解决 所有或者很多香港的问题 但是七一游行 因为现在在2003年之后 已经赋予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意义 能够高度聚焦 好像一个特区政府的成绩表 假设这个特区政府是理性 假设中央政府是理性 如果看到特区政府的成绩表是不合格的话 他们应该思考有什么要改变 无论是改变管治的手法 改变他们的领导人的班子 这些都是改变的问题 但是是建基于香港人 肯走出来 说出自己心里面信的 心里面所想的 或者是市民的诉求 成绩表是没用的 不是一个绝对数字 你知道 我们考会考的时候 要拉曲组 拉拉就要看主观想 有多少人及格有多少人 拿到A的人 拿到E 如果我们透过现有的渠道 在建制里面 在体制里面 无论是相关的政策局 去表达意见 去投诉 透过我们一个被割断了 手跟脚跟的一个立法机关 如果是能够令到我们政府 政府有更多利民政策 当然不需要我们这么辛苦 身水身汗 在7月1日上街 不是很多香港人喜欢的 但是为什么呢 就是正正现在 有很多跟政府沟通的渠道 或者政府聆听人民声音的渠道 被堵塞了 又或者被保皇党扭曲了 又或者被保皇党 认为他们自己 已经成为 骑在人民头上的所谓民意代表 所以香港人才要靠 在体制外面的表达诉求的方式 7月1日游行 走出来去告诉特区政府 以及中央政府 走到十多年了 有什么真的可以争取到呢 除了换了董特首之外 这个重要的 大家不要忘记 在03年7月1日 如果不是有50万人上街 有估计过 甚至乎是高过50万人上街 当时的23条 已经是完成立法的 我们有很多自由已经失去了 你也看到 这个业劉可能继续 是骑在人民头上 拥有公权力的高官 但是我们其实是要一次一次 如果你不做的话 其实我们前台是很暗淡的 但是你做的话 你其实是啟动了 或者促成了更加多的改变 我们希望再一次一次又一次 直到香港是有双普选 有一个良好的权力架构 再去制定一些良好的公共政策 去捍卫香港人的权益 或者照顾香港人的需要 如果你不做的话 是更加困难的 这个制度 大家会看到 是告诉我们 其实施政水平是低落的 你做了的话 你可以促成了这个改变出现 如果你要和这些7月1日上街的人 这十几年来争取的事情 如果你要打分的人 有否及格呢 社会运动 或者是我们参与社会运动 其实那个过程和结果是同样重要的 香港是我们生于私 掌于私的地方 如果我们自己不站出来争取 是没有人会代我们 你也记得了 当年廖林熟宇还是保护局长的时候 他经常说 你们去嘉莲去玩 趁高兴 但他终于令到他超出他的预算 有这么多人出来 对他这种权力的傲慢 这种鄙视人民的态度 是浪浪地有一个重击 今时今日的林瑞联局长 其实也是这样 讲得难听些 或者通俗些 其实真的打得少 如果我们能够多些人出来 在7月1日上街的话 对他来说是一个警号 或者是狼狼地 告诉林局长 他这种粗暴的立法方式 香港人是不接受的 还有大家记住 如果不站出来的话 今天林局长可以做一个 无公共公众咨询的一种立法的话 日后其他很多 会不断剥夺我们不同 不同范畴自由的恶法 就会出籠 其实过去这两个月 大家都已经看到 无论是 他又可以说 挺好 选举说要管网上的电台 那些视频 反对我就收回 他只是检查 今时今日 就算看到 你会看到 无论是释放 暂时释放艾薇薇 或是胡佳 你都可以被理解为 是我们中国人 政府管治的一种特色 我们可以协持住 我们自己的人民 释放的时候 去消减一些政治压力 然后去麻醉我们的人民 你会看到规范网台上面 选管会的放松的话 只可能是其中一步棋 但是你会看到 洗脑式的国民教育 你会看到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提出的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提出的 版权修订条例 严重去影响 网上的二次创作 或者是恶搞那种言论 网络自由 还有我们的逮捕机制 永久地去剝夺了香港人 去参与补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个其实是知识体 但是涉及到我们的体制根本的改变 我们的宪制上的改变 但是竟然可以 是不会做公共资讯 你又会知道 未来还有更加多 更加多的恶法 是有机会出途 所以为什么 你又不可能说 政府不做我 你的公民社会 有多少人关心 或者这些媒体 包括可能 我们也有批评人 就说我们 那你网上媒体有大度讨论这些事情吗 当然我们是有的 如果我们每一个市民 每一个公民都不关心的时候 是的 政府就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善良的香港人 大家要知道 如果我们不站出来 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一些不好的法例 为什么会通过 或者认为坏的东西 为什么会存在 不是单止因为有坏人做坏的 而是有很多善良的人 是保持沉默 保持沉默 或者不出声 是的 一步一步的话 你失去了自由 你都不自顾 他们说出不醉占尽 是的 正在我们今天下午 就是我们今晚 其实现在都应该还在进行 就是国民教育 在立法机关 在立法会 现在进行的听证会 其实有大量的公民社会 或者关注香港教育前途的团体 是出席去发言的 希望特区政府 亦都改缘缓切去 不要推行洗脑式的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应该有的 不过方式是有问题的 是的 我们认识新入100周年 是需要的 为什么要推行国民教育 但又不将中史作为必修科 这个其实是荒谬 你放不在一起的 你只能够解释 就是政府想你对国民教育 是有谈无诈的 我又觉得很重要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教师朋友 如果有的话 你也要问他 如果你是通识教育的老师 你够不够敢说 出去一号的历史二 刚才我问你的问题 是什么来的 其实我自己也是教书 是的 我自己也是教书 你的同行 会不会在教室里 够胆用这些个案 因为通识教育 要我们的同学 懂得自己找资料 懂得自己的思考 然后自己去判断 独立思维 独立思考 批判精神 那些是没有教科书的 那些是不需要教科书的 明白 加上早前有一些民意调查 通识教育的老师 对人权那方面的意识 其实不是很弱 令到我们非常之担心 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所以我们曾经 刘慧卿也提过一个意见 我们RTV有很多种种的节目 有些可能有人觉得我们是阴阳怪气 但不要紧 那些都是通识的教材 是令到同学听到 原来这件事是这样的看法 是的 做事看事情 我们应该前后左右 高低地去看 不是立体去看电视 是的 有正反方面 甚至乎是多元的一种 许多元的视点 许多元的视点 是你选择同一件社会事件 这是重要的 其实回归了过去的十多年 你会见到我们的主流传媒 已经是归在那边 又或者过往 你是会接触得到的多元的声音 或者对同一件事件不同的分析 其实现在越来越是 显得是合宅的 看到了 星岛把你放在A16版 是 丁这么大段 南华早报好一点 放你上头版 多得夏节 明报 港文版A6 也好 有上面的故事 有照片 都给你像样 是 是 信报 当然是 信报 也好 是 十六劫 也有一个头版 是 有上面的主要报道 是的 很多学生 知道你每天看报纸 看不同的报纸 就说 不同的偏采方法 或者处理新闻的方法 其实已经学到很多东西 但凡各位 很多青年人不看报纸 他们不去买报纸 网上看 你会看到 民阵7一游行 放在这里 但新闻党枪 枪切两个超级局长 可以 差不多 跨业去处理 你会知道 他是有自己的偏采取态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在网上 读播的时候 是看不到的 还有图 你会看到那些图 还有他的处理 其实很有参考价值 或者大家会看到 新闻处理上 不同的取态 这几天我刚刚在教育学院 跟你们的行家 说一下 如何和认识传媒 如何传媒相处 和他们分享 我说 作为老师更加是 不要只看某一类的报章 也不要只看网上的报章 明保原来这样摆断新闻 我们要知道 传媒如何处理 才知道 报章的立场是怎样的 对 同意 好了 七月后来 你们有没有新的团体 加入你们的争议 有的 我们的主题其中有一个 是打倒地产霸权 所以 民阵在开会议之后 那么多的团体 每年都有不同的团体 我们牵头带领游行队伍向前行 今年我们选择了两类的团体 第一类就是新移民团体 因为今年的财政议设案 实在是高度分化香港社会 我们希望鼓励共用 第二类就是 周英雄说不是 我们连你肚子里面 将来是香港公民的人 我们都欺凌了 几一致 欺凌到底 不公平到底 所以令到你 这些说法是传劣的 第二呢 就是受地产霸权影响的市民 即是地产霸权受害人 包括哪些呢 包括蔡元村 因为建高铁 受影响的村民 美孚新村 受建屏风楼影响的居民 以及在一些旧区 蔡田村多好 蔡元村 蔡元村搬入去 第一个过程里面 他们牺牲了很多 而且他们根本不是想着 因为要政府安置赔偿 或者上公屋 他们希望维持自己原有的地方 虽然远一点 都是继续可以有木轮 继续耕中 蔡元村的过程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的矛盾 就是再一次是 質问我们香港人到底 经济发展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一些居民 他们对生活模式的选择权 是重要的 这些经济发展 是不是就可以 无条件地牺牲很多 其他我们认为是重要的 价值观 无论是环境保育 无论是原住居民 他们对社区的看法 保留上面的选择 还有一些受地产霸权影响 好像旧区重建 土耕环一些居民团体 你会看到 有些大地产商 如何透过一些 我们觉得很不合理的收楼方式 想买你一层楼 劝你不行 又未收到一定可以 透过强拍去做的 那就是折水折电 这些 还有 挺聪明的 他们玩数目节游戏 是 又可以说那些叫搬迁补偿 是 在田土厅的 偽造这个资料 我又不知为什么 政府不拘捕他们 很难以接受 所以我们邀请了这两类团体 出来牵头 过往 未见过 美孚新村的居民 上街 睡街 未见过一些 受旧区重建的居民 影响上街 这次他们也会来 这次当然也好似 刚才林毅华你所说的 有一批中港家庭 他们争取他们 即是港人内地的妻子 因为华人在香港的分娩的权利 在香港公立医院 争取分娩的权利 他们都会上街出来 去表达他们的诉求 我都小友地觉得 今早上千亿年代 周庸都说些公道说话 我们公立医院 为什么不是为我们 在香港的永久居民 和在香港工作 有纳税的外面 持有工作证的人 他们的家人 如果是需要用到医院的服务 包括分娩的服务 是应该给他们优先 这个就是 无端端去接内地 父母都不是香港人 我都不明白 放在一个公园里 这是不合理的地方 这些就是周围里面说 他们说不会一刀切 但其实正正你的政策 制定得不够细致 一刀切就出现了这些问题 如果你将公立医院 或者私家医院里面的床位 先分配了 即是爸爸妈妈 都是香港永久居民 接着你最佳剩下的那些 原额的话 是分两类 以港人内地的孕妇 作为第二类的话 其实特区政府是有能力做的 他选择不做 又好像派遣方案 你会看到 你猪肉在前 澳门政府不止做了一年 做了两年 做了三年 他们派遣都不是特区政府一刀切 他们好像说新移民 他们都有 不过他们不是存储 他们都有一个金额 所以就减少了 我们今年三四月出现那种 那种高度分化的局面 对社会稳定是不好的 不良好 刚才你说过有三大主题 六个副题 六个副题 刚才主题是原则性的 那六个副题是倾向一些政策的枪议 和我们主题都有关 第一个就是回购公共事业 第二个就是增建公共房屋 第三个就是争取全民退保 第四个就是改革不二岁制 第五个就是谴责警方濫权 最后一个就是捍卫表达自人 第四个全部都是政策枪议 你说改革不二岁制 又或者是争建公共房屋 其实和地产霸权是相关的 透过两个政策枪议 我们期望地产霸权的情况 就是肆虐的情况 可以减少或者舒缓 NPF 每个都在给的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行政可以高到这样 真的离谱 这些政策驱人了十年 这个恶果就浮现了 我们存很多的钱 原来落到基金经理的口袋里面 有很多香港人甚至不理 都知道为什么我存了这么多年 供了这么多年 强职金 但都是只剩下鸡税 我能够想象得到 去到我们退休的时候 其实都不会有所余很多 那是不是真的丧失了这个功能 为什么特区政府不去检讨 实施了十年 应该是一个适当的时候去检讨 生果金也是 中援金也是 所以才有这个全民退保 就是全民退休保障 这种政策倡议 出来了 但是很难的 你靠一个推销员 然后自己声称的政客 只是做好那份工的人 他说他自己是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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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是一个只求打好那份工的政治家 在他上面还有一个老板 他的论述其实是怪的 大有问题了 所以当一个没有认受性的领导人 当然我们也有时候可能要体谅 他又不可以重属某个政党 在立法会又没有票 他的班子 大部分是摘了董先生的班子 是 如果董先生做到的事 他当然应该做到 但是现在有些问题 就是董先生解决不了 他又摘了一班 你希望他有这样的领导 就会改变这个世界 是难的 我们希望中央政府或特区政府明白 以前董建华就是商人治港 现在曾蔭权就是公务员治港 本来曾蔭权上场之初 曾经支持到一段很短的时间 高到超过百分之七十 但今时今日都跌到百分之四十多 你就会知道 由商人治港改成公务员治港 这个叫范式转移 是不是真的 不靓的 又或者不靓 或者是失效的 如果将来姓唐的 又再下一期到他做特首 其实都是换汤不换弱 又或者是不能够治本 香港治本的出路 其实就是要在体制上改革 这个权力架构 上次参选的时候 梁家健和KK就说 可以选择老板 那我们有没有可以选择 以及我们香港市民是否会选择 我们希望可以选择 我们希望可以选择 有没有可以选择 有可以选择是重要的 这个比没有选择 就算是选择民主制度的优胜之处 或者是良好之处 你是可以去淘汰它 现在就是 或者是不让他继续想多一届 这是很重要的 美国人选择了小布殊 但他发动了一场不公义的战争 他一样是要下台 还是下台的 或者他不能够继续连任 或者他所属的政党 是要付出很沉重的政治代价 喪失了参众两院的领导权 他们就学会了原来 你制定一些不公义或者不好的政策 是会有政治效果的 选民是会惩罚你 人是会怕惩罚 那你就要改革 这个才是一个良好的游戏规则 人民的福祉才会受到照顾 可惜我们看到今天美国很多问题 很多经济的问题 政治问题 奥巴马虽然说 改革期间是不能改革的 有些跟他们的体制有关 或者他们的商界对民主制度的影响 或者他们民主党或共和党 依赖那种很金权式的 或者是大量的政治捐献 才能够令他们赢取选举 然后赢了选举之后 又要向花一些曾经捐过钱 给他们的大企业 去问责一些体制上的矛盾 他们都必须要面对 所以你会见到金融海啸到现在 华尔街其实不是有很大的改变 是 他们最贪婪的嘴唸 那些是iBanker 那些商业银行家 那些要在很短时间赚很多钱的嘴唸 是很认真的 你今年是七日流行民阵的赵泽民 是 是 可否跟我们说一下 你盼望今年的7月1日 能够做到 有些什么是过往做不到的呢 我们希望今年多市民站出来 勇敢地站出来 告诉特区政府 你对香港的期盼 你对不同政策的要求 那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实力 政策上的窗户也好 为了我们自己 尽我们一个负责公民的责任 和为了我们下一代 是要站出来 这种精神是要延续下去 我亦都很深信 香港一日未有民主普选的话 有很多香港人 是会一年伏一年去上街 我们只要不断去做这件事 只要你肯牺牲少少你个人 本来你在星期日 或公众假期选择去看电影 去逛街这些时间的话 其实你是换取回来 一些良好制度上的改革 为了香港 我们应该这样去做 我们就是 香港人是值得有一个良好的制度 能够对香港和纽约、伦敦 齐名的一个国际城市匹配 香港现在的政治制度 和我们的经济制度 是不匹配的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